2014年的时候 2015年的时候 那是接近十年前吧 我的心里还是比较脆弱的 那件事情还是没有 心里头那些年 比特币一直在熊市里边 说实话推广的地气 也就稍微有点下降 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我 最坚定的 就是比较叛逆吧 最坚定的是比特币的主要阶段 因为那个时候别人看不起我 别人认为我搞比特币 就搞传销 比特币类似于传销 到了20 因为2013年的那个 中国发了一个 五部委发了一个联合通知 就是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 然后中央电视台说 比特币发了一个叫 疯狂的比特币的一期视频 给比特币订了一个信 说比特币很疯狂 说买比特币的人 这个自负风险 这个国家不鼓励不提倡 当时候的调情还是那样子的 到了2016年吧 那个 我跟他讲过 2016年的时候 在跟这个 这个中山某位币圈 这个人物合作的过程中 我破产了 资产归零了 我那些比特币啊 一起议太坊呀 全被清零了 精神出户 然后 出来以后重新创业 然后呢 去干了议太坊 去干了这个 2017年搞了ICO的这些 顾问 因为我自己就没钱了 我只能当顾问赚钱了 没想到这些 这些项目方啊 顾问呢 这些币呢 都成功了 然后呢 成了币圈 现在很著名的一些项目 然后 接着回来以后 都把这些币换成了比特币 那 我的过程其实也很简单 大家都知道 在这过程中呢 人的财富呢 增长了 然后 建设也增长了 然后开始重新步道 这个步道过程中呢 比特币当时 我已经突破1万人民币了 这1万人民币的时候 也更清晰了 我之前做的是对的 因为当时2000块钱 到了1万块钱 是吧 1万块钱人民币 对于中国整个币串 我就说 我就开始 接着步道 我就不能说只在山西步道 就我说 我中国行完了以后 我就把每个地方都这么讲 一个家庭买一个比特币 我说你们别买多了 就买一个 是吧 不疼不痒 买得起 就当买了保险了 万一这东西涨了 你 你就 你也拿着 亏了嘛 你也拿着 因为 就像买了一个保险一样 是吧 你要到你用的那天 你可以把这个币卖掉 换成钱 卖掉 是吧 你不用的时候 你就拿着 因为 当时中国房地产业很热 是吧 还没有开始限制炒房 是吧 还没有限 还没有对 还没有对房地产进行 整个房地产行业还没有崩 2018年 到了美国以后呢 更认清了比特币这件事情 我就 我记得我不停地在 通过一种新的模式来 步道比特币 这个步道比特币就是 我突然意识到一点就是 虽然中本聪不在了 然后币价也涨上去了 所有币圈D的利益者 基本上都不在推广比特币了 因为比特币不是他们的 他们都在做自己的币 币圈每个同学者 几乎都在自己的币 推广自己的币 然后就没人在推广比特币了 我当时就认知到 我要接着推广比特币 然后我就 经常在美国开party 韭菜庄园 这个时候的品牌就打出来了 劳斯莱斯也就打出来了 因为我发现 大家对比特币的认可 必须得通过这种 世俗的豪车豪宅来点缀 大家才会认可 就是 就是 人为言情 就是你这个人 不用这些好着好着来 来 来这个背书的话 你自己讲比特币 他们不信 那个模式下面 推广比特币 特别顺利 最后 孤二宝就变成宝二爷了 然后就韭菜庄园了 然后就变成 这个 我儿子 儿子 你妈在下面 妈妈 还妹妹在下面 自己先来 自己下去 这时候 那些 像优利 这些币 都比较便宜 早期很多币 刚上线的时候 DeFi 就是叫 去融金化金融 这种代币 起来的时候 就比较 这是一个推广的好时期 Google币 当时没涨的时候 我也跟着推广 马斯克在喊 我也跟着喊 然后呢 这种 带来了很多信用户 尤其是 狗狗币那一波 带来了非常多的信用户 大家 买这个比特币 确实大家觉得买不起 原来买狗狗币买不起 但是我的逻辑 大家一直 常看我视频的人都知道 我是说 你们是可以拿比特币 赶紧换点狗狗币 狗狗币涨了以后 赶紧换回比特币来 这样你的比特币 不就多了吗 当年朝以太坊 也是这样子 我买不起 我以前 比特币当初归零了 我朝以太坊 挖以太坊 挖矿 搞SU 都是为了赚更多比特币回来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 就是这个人 我在我后面的 步道过程中 我为什么步道 坚持步道 我的原因是这样 就是 中国都可能已经死了 比特币也是一个无主货币 在币圈已经拿到 结果的这些人 他们也不等 不宣传比特币了 比特币华尔街接管以后 整个华尔街 灰度 包括ETF通过了以后 这些大的机构成为了 比特币的化石人 他们在宣传比特币 通过主流媒体 在美国宣传 那我们个人是不是就停止步道了呢 不是 继续 所以说大家 大家注意看我的视频 总的逻辑是不变的 就是 我没有公司 我也没有员工 我也 这个 我也不发币 是吧 你们注意看 我从一 三年到现在 这十一年里边 同时币圈 主要玩的是比特币 主要逻辑就是 哪个热点有了 我就把比特币进去 买进去 然后这个热点快结束之前 把这个热点卖掉 完成比特币换回来 比特币数量增加 我一直以 原来就这个逻辑 我没有推广过 一个 我甚至没有推广过别的币 是说你们长期拿这个币 拿住就行了 包括以太坊 我都没这么推过 对吧 包括狗狗币 包括现在 每段时间火的那些热点 我都是说 你们赶紧炒 烤完换回比特币 赚大饼 是吧 国际差不多没变过 所以就算是任何人现在 找我来 这是 我还是那个观点 你就买一个比特币 一个家庭买一个比特币就完了